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最可爱 我不是最聪明 但我可以最勤奋 我不是最富有 但我可以最有情趣 我不是最健壮 但我可以最乐观 我用所有能想到的美好的词来形容两者语都不过分 因为他真的很好 他是那种站在人群里会发光的男孩子 我爱他 曾经也无比肯定自己会嫁给他 可是 我终是给他留下一封分手信 远去美国 那是2017年 为了让他死心 我在信里写了无数违心话 也许会刺伤他 也许会打击他 可事实上 我只想写一句 是我的问题 原谅我不能爱你 不能和你在一起 其实 我的问题很早就埋下了 早到我认识两者语之前 早到我还未设事 早到我对身边的人全部设防 1995年 我出生在山东烟台 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 爸妈是银行高管 生活优渥 上学的时候 每到寒暑假 我会去乡下的奶奶那住一个月 叔叔姑姑家的小孩也会回去 不过有个孩子是一直住在奶奶家里 他是我大姑的儿子 我的表哥 据说他小时候爬柜子摔坏了脑子 上不了学 大人们总是让其他孩子让着他 是二年级的那个暑假 表哥已经快二十岁了 有大人在 他就像个不懂事的小孩 傻傻的 可一旦只剩下我 他就会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而我却以为他只是傻 有天 爷爷奶奶不在家 他和我说要玩游戏 脱掉了我的衣服 盖上被子 然后他也钻进了被子 那时我太小了 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我只是觉得疼 流了血 仿佛自己闯了大祸 而表哥凶狠的威胁 让我更加不敢告诉任何人 有些伤 真的是在时间里才慢慢知道疼的 因为起初 你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是初二了 上了生理课 我才惊觉小时候是被表哥侵犯了 心里涌起的愤怒与羞耻 瞬间淹没了我 那天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弃自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表哥占了便宜 也弃恶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与报应 是的 这些年 表哥打着脑子不好的名头 在各家卖可怜 讨好处 特别是我爸 表哥没有工作 我爸帮他安排在一家大厂做保安 他娶不到老婆 我爸托人 给他找了一个跛脚的女朋友 他结婚 没有房子 我爸又全款给他买了一套婚房 全家人都可怜他 只有我恨着他 可这股恨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毕竟事情过去太久了 我没有证据 也羞于其耻 只能把秘密埋在了心里 而他就像磕黑色的种子 生根发芽 摧毁了我的青春 我太恨了 每次家庭聚会 没人的时候 他还对我说下流羞辱的话 有一次 他胆大包天地对我动手动脚 我气急了 当场骂了他 我大姑就在旁边 他不但不责备自己的儿子 反而质问我 你怎么能这样对哥哥呢 他傻 你要让着他 是啊 他傻 做什么都是无心的 谁能相信他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肮脏恶臭的心 于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我 性格扭曲了 抽烟 打架 和学校里的岔声混在一起 像青春片里肆无忌惮的大姐头 混混们都捧着我 因为我有大把的零花钱 请他们吃饭 借给他们应急 小恩小惠 最能收买人心 喜欢我的男孩子不计其数 我一个一个和他们谈恋爱 分分合合 只有热烈 没有真心 爸妈都惊诧我的改变 但他们以为只是青春的叛逆 找我谈心 对我责骂 却永远找不到根源 后来是高三了 一天深夜和我一起混的一个朋友 突然给我发消息 他叫张茂怡 他说父母出差了 自己没带钥匙 被锁在家门外 让我借给他一点钱吃饭住宾馆 那时候我还没有支付宝微信 于是从家里溜出去找他 我帮他买了烧烤 在宾馆开了一间房间 他说上去吃完再走呗 我正好也饿了 就说好啊 当时我真的把他当哥们的 可是那天刚打开房门 他就将我压倒在了床上 我疯了似的踹开他 夺路而逃 我想不明白 我对他这么好 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对我 也许男人真的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所有的道德都拴不住天生的兽性 那时候父母对我失望透了 而我却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 我疏远了那些混混 我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 人生变成了灰色 高考 我考了一个不高不低的分数 读大学还是可以的 可我非要去美国读书 因为我想割断过去的一切 父母觉得 如果我能拿下托福 也不是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我报了托福班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 有一天 几个高中的朋友 约我去爬泰山 而我就是在那次出游中 认识了梁哲语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在北京读大学 放假回了烟台 朋友喊他一起出来玩 第一次见面 他笑盈盈地看着我 阳光灿烂 让我有三秒的呆 梁哲语和我以前认识的男孩子 都不一样 温柔 有学识 我们在网上越聊越投机 会讨论书 谈论电影 甚至是社会 或是哲学 我们的喜好和观点 有许多不同 可又因为这些不同 而彼此吸引 他仿佛唤醒了我的另一面 那种向往美好的另一面 我们约了见面 梁哲语说 我好像爱上你了 我告诉他 我以前很野的 他说 我知道 我说 我不是处女 你也知道吗 我仰头看他 用心底的尖刺 去试探他的感情 可他轻声笑了 说 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在乎那个 我只在意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一瞬间 被他感动到 我就这样和梁哲语 谈起了恋爱 开学后 他回了北京 但异地隔不断我们的感情 有时觉得 梁哲语就像一剂良药 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痛 梁哲语的存在 就是在证明 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着另一种男孩 彬彬有礼 温暖又坚定 人真的是有了 可以依托的未来 才可以忘掉旧伤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过去的事 与我渐行渐远了 2017年 我顺利考上了美国的大学 梁哲语还在北京读大学 我们约好了两年一国恋 从此长相守 走之前 我俩决定去上海玩 一路我都招摇地挥霍着快乐 完全没有料到 生活已经开始展开了他荒唐的剧本 梁哲语有个朋友在上海 知道他来上海玩 说要请我们吃饭 忘不了那一刻 梁哲语的兄弟向我们跑过来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竟然是张茂乙 梁哲语说 张茂乙是他小学时的朋友 那时大家玩得挺好的 只不过后来梁哲语上了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 就联系少了 世界真的很小 显然张茂乙也很惊讶 但很快他就察觉到 我眼中的慌乱与恐惧 我恐惧他会把那天晚上的事 添油加醋地告诉梁哲语 而他一直玩味地看着我 不断抛来暗示的眼神 没人知道我有多后悔 当初和他混在一起 作为受害者 我却被他死死拿住了 因为我不确定 梁哲语会相信谁 毕竟他们是相识于威识的兄弟 就像姑姑护着他的傻儿子一样 我不敢赌梁哲语知道这一切后 会选择张茂乙 还是我 那天梁哲语玩得特别开心 吃完晚饭 叫张茂乙到我们酒店的房间接着聊 张茂乙有意无意地和我说 他和梁哲语的过去 炫耀他们的关系 后来梁哲语去洗手间的时候 张茂乙忽然坐到我身边 一脸猥琐地搂住了我的肩 我慌了 推开他 压低声音说 你想干嘛 他吃定了我不敢声张 得逞地说 抱一下怎么了 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打败了我 如果我嫁给梁哲语 就要与他一辈子纠缠不清 我感觉我完了 回去的动车上 我打不起精神 梁哲语以为我不舒服 又接热水 又买零食 他把我揽在怀里 让我好好休息 可是他越暖 我越伤 因为我已经开始在心里 与他告别了 张茂 已就是个定时炸弹 早晚有一天会伤害他 也伤害我 我总不能告诉梁哲语 我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 所以不如早点分开吧 回去之后 我把出国日期提前了 没有告诉梁哲语 我给梁哲语的室友 留了一封信 拜托他 等我走了之后 再给梁哲语 我在信上说 对不起梁哲语 我和家里说了你 父母很反对 深思熟虑之后 我也觉得我们没有未来 我出国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我不想为没有结局的 感情纠缠和付出 我俩还是彼此放过吧 我能想到梁哲语 读信时候的痛苦 真的很残忍 但有时残忍 也是一种慈悲 2017年9月15号 我踏上了去圣地亚哥的航班 我给梁哲语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我说 我永远爱你 蒙在鼓里的他 傻傻地说 我也会永远爱你 我关了手机 把手机卡扔进座位前的呕吐袋 哭得像个孩子 临座的人都在说说笑笑 没人听见我心脏碎裂的声音 像一块黑色的水晶落在地上碎成粉末 在美国的日子 我切断了所有与梁哲语的联系方式 他再也找不到我了 我只能用长痛不如短痛来安慰自己 每天忙着熟悉熟悉环境 结交新的朋友 加州的阳光 像传说中一样热烈 慢慢地吹散了我心里的伤 时间转进十八年暑假 我回国探亲 到家之后 抽时间和从前的几个朋友见了面 本来不想谈感情的 但还是有人说起了梁哲语 听说我刚走的日子 梁哲语憔悴得不成样子 不上课 不吃饭 每天在宿舍窝着打游戏 喝酒 还挂了磕 我仿佛被水打了一拳 闷在那里 喘不上气 喉咙发酸 心脏传来极度真实的疼 那天我早早地撤了 因为不想在朋友面前哭 我后悔回国了 因为有太多的记忆留在这里 仿佛转过一个街角 就会看见梁哲语走过来 他一定恨死我了吧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 一直想哭 一直忍 已经是午后 接到被太阳晒出阴晕的雾气 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向我跑过来 我以为是幻觉 他却紧紧地拥住我 勒得我生疼 我挣扎 推他 但最终还是靠在他怀里 停下来 我轻声叫他的名字 梁哲语 他便哭了 他说 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么无情 不就是一国恋吗 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你知道我要死了吗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会死在他排山倒海的深爱里 那天 我和梁哲语去了酒店 只为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跟他坦白 关上门的那一刻 梁哲语放声痛哭 我开始恨自己了 为什么要让他这样痛苦 我决定告诉他所有 包括张茂怡 包括表哥 包括我所有的恨与爱 我整整说了七个小时 眼泪似乎从没有停过 梁哲语被惊到了 他是平平顺顺长大的男孩 完全想不到 我有这样一个阴暗的青春 他通红的眼睛 掩饰不住内心的失落和痛苦 只是 我分不清 他是为谁失望 为谁疼 毕竟 张茂已是他曾经的兄弟 那天我没有让他说出答案就走了 这是一生的决定 我不想要一时的冲动 我重新加了他的微信 给他留言 你决定好再来找我吧 或者不再找我 而他始终没有回信 我不想承认 我在等他 我无数次地打开微信 可是梁哲语的页面 永远停在 以添加为好友的那一句 我反复告诫自己 要尊重他的选择 但每一天都是煎熬 我在国内的假期 只剩半个月了 慢吞吞地收拾着东西 慢吞吞地死了心 我艰难地让自己 接受了一个事实 他放弃了 但我不能怪他 是我配不起他 然而 当我以为和梁哲语 彻底无缘的时候 忽然接到了他的短信 他说他回来了 让我去见他 我仿佛要接受审判一般 忐忑不安地去找他 没想到看见梁哲语的第一眼 就惊讶了 一向体面温柔的他 一脸胡茶 左眼圈一片乌青 显然是打过架了 我问他出什么事了 他这才告诉我 他去上海找了张茂乙 狠狠打了他一顿 从此绝交 梁哲语握着我的手说 他小学的时候挺好的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这样的人 以后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我会保护你的 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 我还能说什么 眼泪不值钱 我扑进他怀里 哭到不能自已 这么多年 我终于等到一个人 了解了我所有的苦难 愿意站出来 爱我 娶我 保护我 临走前 梁哲语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 非常意外 这个平常穿泛黄T恤 就羽绒服的大男生 竟然住在巨大的别墅里 他父亲是大型化工企业的一把手 家境比我家还要好 见到了他的父母 我才知道 梁哲语为什么会这样正值阳光 那是个非常温馨的家庭 互相关心 互相尊重 而梁哲语把这份阳光 带给了我 教会我一种更为磊落的活法 他建议我把表哥的事告诉父母 因为这是我的心结 他说 如果以后父母一直帮助表哥 你只会更痛苦 我选择相信梁哲语 那天回到家 我把自己的小半生 讲给了爸妈听 我妈是哭着听完的 她不知道自己心爱的女儿 竟然遭受了那么多 不为人知的痛苦 我爸当场暴怒 直接给我姑打了电话 而我呢 焦躁了十几年的心 终于平静了 像一路奔腾咆哮的瀑布 写静静是宁密的壶 不太想说表哥了 总之 他过得不好 我爸收走了房子 让朋友开除了他 没有了房子和工作 老婆也离开了他 梁哲语说得对 恶人得到了惩罚 我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 而我和梁哲语 过得很好 我大学毕业 正欲疫情 兜兜转转 去年才归国 今年办了婚礼 事实上 我也不太想说 我和梁哲语的幸福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 遭遇不幸的女孩 不会像我这么幸运 能遇到梁哲语 这么好的男孩 我们刚刚蜜月回来 她在我身边睡得正香 我说出自己的故事 是想提醒有女儿的妈妈们 要早早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当他们性格突变的时候 多去理解和倾听 而不是责怪和谩骂 我也想和那些 有过不幸的女孩说 要勇敢 要坚强 这个世界上是有恶人 但也会有很多善良的人 伸出援手 院士上 所有恶人皆有恶报 院士上 所有像我这样的女孩 所欲皆良人 再无伤痛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